警方与犯罪学专家10月31日调查分尸案凶贤白石龙号位于神奈川县的住家赋上蓝布房屋欧兴社分享 日本首都圈发生杀害9人的分尸模式见证经社会凶贤白石龙号从今年3月起就开始在推特上寻找有意自杀的人 显示他案发前半年就开始误责猎物此外警方在家中也起出一个尚未使用的保冷箱 研判白石已经锁定了第10名猎物 白石在接受警方征讯十字数从3月开始在推特上联系有意自杀的人 并称他杀害的女性都说自己很寂寞 今年3月是他因种接色情遭待刚被保释的时候 警方认为他很可能一被保释就开始误责对象 用花言巧语将对方诱骗到家中施暴并杀害 根据警方透露白石针讯十表示8月底杀害第一人后首次购买了保冷箱 后来随着反复犯案保冷箱越买越多 由于案发公寓的房内总计被搜出8个保冷箱和收纳盒 其中一个人空无遗物 白石可能已在计划杀害第十人 共同社报道 千叶现一名女性透露 曾在真人一起去死的推文收到回复 双方9月中曾多次联系 对方一直表示希望能见面 一起死吧 更数次邀请他前往家中 对话直到10月29日 警方找上白石前一日才中断 想到自己可能是白石所定的第十名猎物 让他不寒而栗 Twitter上与白石有过交流的多名女性也表示 白石会帮忙回答工作上的烦恼 会说喜欢你 帮你出主意等话 表明善意 并多次邀请他们来自己家里玩 自杀 不能解决难题 求助才是最好的路 求救请打1995 要救救我